这些个点阶上也蒙着一层白色的光幕 和阁楼大门上的禁纸一样 韩丽只是粗粗一扫而过之后 心中便是一喜啊 这里果然如他猜测 乃是一处类似于宗门藏经阁的所在 好不容易穿越回了真言门 他可不想白来一趟 由于自己来到真仙界之后 和真言门一些不解之缘这些年来 他只要一有时间 便会通过各种渠道方式 调查真言门过往的历史 结果是越查越是心经啊 真言门虽然只是地处黑土仙域 这个规模并不算大的仙域 但是其经言时间法则之道 尤其是弥罗老祖 对于时间法则的参悟 使整个宗门在真仙界地位可不低 如今自己可是花了 足足五十根时间法则经丝的代价 才能够来到这里 虽然起因呢 是为了逃离那两个大罗修士的追杀 但是既然来都来了 起码也要有所收获才行 否则那岂不是亏大了吗 即使作为三大至尊法则之一的时间法则 韩丽一直以来都是自行感悟修炼 虽然由于掌天平等缘故 进展速度远非他人可比 但若能够在此找到一两本真言门 前辈留下的修炼心得 细细参悟一下 自然不是什么坏事 时间法则大道虽然晦涩难懂 但却也是这个界面最本源 最基础的法则 其实哪怕一个普通人 甚至一只蝼蚁 终其一生都无法与之分离 生灵之寿源 万物之生灭 山河之变迁 其存在于这个界面的方方面面 任何人似乎都可以触摸到时间 但却又根本触摸不到 其宛如镜中花 水中月斑 若即若离 似幻似真 所以每一个参悟修炼时间之道的仙人 历经岁月沉淀 无论是否有剑术 若能够自行感悟写下 终有可取之处 或许一言一句 并可助人茅塞顿开 也尤为可知 韩丽思量之间 迈步在书架中快速地穿行 偶尔停下 用手中白色令牌 打开书架上的禁制 查阅上面的点击 很快把此地点击大致翻阅了一遍 面上洗色 渐渐消失无踪 这些个书架上的点击啊 虽然都颇为精妙 却都是金仙境 甚至真仙境层次的功法秘书 其中偶尔有一些对于时间法则的阐述 亦或是心得 但却大多数都是泛泛而谈 甚至啊 连时间法则之皮毛都未触及 对于目前的他来说 自然是根本没什么用的 韩丽暗暗想到 看来这里虽然是个藏金阁 但是存放的都是低级功法 也对 真正高级的功法秘书 应该藏得更加隐蔽才对 韩丽停下了翻阅 走上二楼的楼梯 来到了二楼 二楼这里也摆放了不少书架 不过比一楼少了许多 只有十几个 书架上放了诸多点击预减 那时间宝贵 韩丽很快开始查阅起来 二楼这里的点击啊 比一楼要高级一些 但是也没有高到哪里去 大多数仍然是金仙点击 偶尔才会出现一两本 太以静层次的 对它作用也不大 韩丽很快把这些点击 大致看了一遍 收获不小 暗暗叹了口气 便要转身离开 头顶的金色圆环上的时间 到晚已经熄灭了十之一二 每一分的时间都很珍贵 他脚步突然顿住 望向身旁一个靠墙的书架 刚刚匆忙查阅书中点击啊 没有注意到 这个书架摆放的位置 和其他书架有点不对称 似乎有意地朝后边 移了一尺足有的距离 韩丽没梳一条 抬手把书架推了回去 神识在周围一扫 面上露出一丝喜色 他伸手在书架挡住的墙壁处 轻轻一拍 咔的一声脆响从墙内传出 墙壁凹陷了一块下去 开出了一个碗口大的空洞 韩丽的手伸进去 从里边拿出了一个呀 巴掌大小的金色玉盒 他心中一栋正要打开 但是玉盒上浮现出一层金光 把他的手掌一下弹开 却是不有尽致 韩丽一震之后 面露沉吟之色 随即双手各冒出了一团金光 再次地抓向玉盒 玉盒内在此冒出金色霞光 和韩丽双手金光交织在一起 很快 盒内的金色霞光 抵不顾韩丽手中的金光 被碾碎撕裂 玉盒啪他一声被打开 里边却是一枚金色的玉监 韩丽目光一宁 随即拿过玉监 神石没入其中 他眼睛立刻一亮 玉监中记载了一门神通 叫做不朽金云 根据玉监所述 这是一门以时间法则为基础的防御神通 而且这个不朽金云呢 不是普通的防御神通 乃是真烟门诸多神通之中的防护第一 号称是万邪不侵 诸法不破 不过要修炼这个神通啊 条件异常苛刻 首先需要自身修炼的时间功法足够厉害 否则根本无法承受不朽金云的强大威能 其次呢 对时间法则要有极高的领悟 不然无法领悟这门神通的玄妙 最后 修炼之人体内要至少有300根时间法则精丝 才能提供足够的时间法则之力 施展此数 韩力面露苦笑之色 第一条和第二条对他来说呢 没什么问题 大五行幻视觉 乃是最顶级的时间功法 而他对时间法则的领悟也已经很深 问题应该不大 但是需要300根时间法则精丝 就麻烦了 韩力体内如今只有150根时间法则精丝 在堪堪达到不朽金云要求的一半啊 即便没有此次平铃献身 让自己穿梭之势 那也是远远不够的呀 不过能找到这么一门时间神通 韩力也很知足了 他翻手把这个玉剪和金盒收起来 随即又把墙壁和书架恢复原状 免得被别人发现 做完这些事之后 韩力没有在这儿多待 来到楼下 正要打开阁楼大门出去 一道金色顿光从远处这时候飞射而来 落在藏宫阁前 显出一个粗犷大汉的身影 却是个太乙境中期的修为 粗犷大汉笑道 江道友 你的藏宫阁这里还是这么冷清啊 啊 韩力面色微变 急忙暗暗催动傀儡秘书 白发老者抬头看了大汉一眼 并没有起身相迎 口中淡淡地说道 我这里根本就没什么人来 粗犷大汉并未注意到 白发老者的异样压低声音说道 讲道友物怪啊 陈某可没有笑话你的意思 天庭那边逼得越来越紧 我的天星殿近来也极少有弟子前来 虽然万年看守期过后 我们的成绩可能平平 总也好过那些外派的长老 我可是听说已经有不少人陨落了 两人似乎关系还算亲近的样子 阁楼内韩力暗松了一口气 随即操控白发老者含糊地附和了一声 随即问道 嗯 陈道友过来 可是有什么事情 哈哈 也没有什么大事 今日 祖师在观日风讲道 特来邀请江道友同去听讲 阁楼里的韩力听完这话 眼睛灯时一亮 祖师 莫非说的是弥罗老祖 此人修炼的功法是大五行幻视觉 讲道时虽然未必会讲大五行幻视觉 但所说的感悟必定和大五行幻视觉 息息相关不能错过 一念及此 他心中一阵激动 操控白发老者手法却并未生乱 白发老者说道 啊 多谢陈道友的好意 不过我眼下有些要事要做 可能要晚些过去 哦 呃 那既然如此 陈某就先过去了 江道友处理完了事情也赶紧过来吧 虽然我们和祖师修炼的功法并不同路 难以领悟起讲道精髓 但是多听听还是好的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儿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下期我们下期再见 火车 下期再见